上帝的话语是马太福音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的话语 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 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如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 阿们 这一时间,让我们为了听到同心合一的祷告吧 为了见证话语的监督,以及听坏的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我们的灵魂的灵魂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的灵魂 天父啊 感谢你在圣洁的主日呼召我们 让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主既然设立了仆人 主啊,求你赐给我上帝的大能与权柄 当仆人见证话语的时候 让我显明上帝的心肠 主啊,求你让我们圣徒们都依靠上帝做工的感动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跟随耶稣的路 门徒们要走的路 让我们一起阅读今天的讲章 神是诚实的 他为了拯救世人 拆派了独生子 神的儿子作为人子将士 既贫穷又没有权柄 卑微到被世人嫌弃 人子在世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也没有任何指望 凡想跟随他的都要做好心理准备 会经历贫穷困苦 孤独和被冷落 耶稣来不是为了叫人对世界有盼望 而是为了叫人重生进入天国 去天国的人要完全脱去世上的衣服 只有对世界没有任何欲望的灵魂才能进入天国 财主进天国如同骆驼穿过针眼一样难 受尽力的意义在于埋葬肉体的私欲 成为属天的人 重生的人不再被世界牵引 唯独靠着恩典的福音得到神的带领 为什么信耶稣 是为了从最终得释放 在天国永生 耶稣流血开辟了去天国的路 靠着私欲和头脑无法跟随主 唯独靠信心才能拥有盼望 不要想靠着信耶稣获得肉体的利益 而要属灵 耶稣把自己的一切都赐给了人 甚至肉体被钉在木头上受了咒诅 但他受死后复活进入了天 信耶稣不是为了让肉体横通 要通过尽力与世界离别 与主联合 要跟从复活的主 阿们 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成为他的门徒 我们通常称为信徒的存在 被主承认为是门徒 被主认为是门徒 但是主认为的门徒的水平很高 所以很多信徒 达不到那个水平 在这里 我们 不是很清楚 主是要所有的信徒都成为门徒 还是主也考虑到那些 可以归类为与门徒类有不同的 普通信徒的圣徒 但是 如果耶稣的心目中 只有门徒这一群 圣徒的话 那么 是否本来就不存在一群 不是门徒 就是比 比那低一点的普通信徒 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需要苦恼的问题 如果这是真的 那可就大事了 所以 如果我不是门徒这个水平的话 我会处于非常危险和紧张的境地 另外 撇开门徒和一般信徒的区别 如果 成为门徒是一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 就成了一个很严重的话题了 那么 主的门徒 是不是指将来进天国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我们 模糊地认为 信徒是有等级的 所以对门徒会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不过 不管怎样 可以明确的是 我们称为信徒的存在 主认为是 有 非常高的信仰的存在 当主提到信徒时 通常是以 跟随的人 跟随的人 更具体地说 以门徒 这一词来表达 从整本圣经来看 这样的表达 是相当占主导 位置的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地认为 主希望 主希望跟随 跟随他的人都成为他的门徒 通常我们常常说 我们是信徒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区分是相当方便的 但是 主并不把称为信徒的人和做门徒的人 看成是同一个人 我们可以通过查看实际发生的事情来理解这一点 很多人跟随了耶稣 他们是信徒 但他们并不都是从开始就是和主心意的人 主给了他们很多爱 主来到这个世界 给了很多人神的爱和恩典 在属灵上也赐给了他们很多 赐给了他们话语 也给了他们 引导他们走永生道路的话语 也给了人真正赋予人生命的话语 还有耶稣又拯救人脱离肉体的疾病 总之耶稣倾注了很多爱 把属上帝的赐给了人 但到到头来 跟随耶稣的人却不断地离去 到最后 到耶稣去世的时候呢 他真正想要的门徒 也只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流了下来 总之 跟随他的人 很多人一开始还非常有热情 但是环境一变 心态就变了 形势一变 态度就改变 所以他们开始抛弃耶稣 而且当他们没有得到 他们想要耶稣为他们做的事的时候 他们就离弃耶稣 不仅如此 他们对耶稣还发怒 最后 他们还把自己当作行动队员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就这样 后来只剩下少数的门徒 但耶稣说 他从开始就知道谁会抛弃他 经上说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离开耶稣的很多人 后来反而成了仇敌的傀儡 帮助仇敌达成他的目的 跟随主的人很多 但主没有信任他们 所以经上 告诉我们说 耶稣知道万人 即使用不着人告诉他 主都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反正主因堕落的人 人性受了许多的苦难 耶稣在世上受尽苦难 屡屡的因人性不好而失去信仰 的这样的人 虽然有信仰的外表 却把堕落的人性再显出来的 这样的人受尽了痛苦 因此 主坚持强调 门徒的称号 并赋予他一些特殊的性质 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主说他是门徒的时候 耶稣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品性 那就是献身 献身的程度 这指的是 一种真诚的热情 将自己完全献给主 在我们的语言中 似乎没有比 献身这个词 更好的词了 献身就是付出自己 付出自己的生命 付出自己的 所有的思想 付出全部的 爱 就这样 主强调了 门徒必须有 明确的 献身的态度 那么 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如果不是门徒 耶稣 会对他放宽对待吗 我们会自问 由此产生的问题 耶稣 区分了 两类等级的信徒 两种信徒了吗 耶稣 也承认了 不是门徒的人的存在了吗 一般我们说到门徒 首先会想到 全职事奉的人 除了全职事奉的人以外 我们知道还有更多一般的信徒 全职事奉的人 会更加致力于主的事工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的很多其他人 比如在一个家庭里 不仅有职份者 还有不是职份者的 丈夫 妻子 父母 孩子 在某些情况下 有些人只是勉强的 参加主日礼拜 有些人只是选择性的 服侍或帮助教会 如果他们愿意服侍 就觉得很棒 给予鼓掌 就这样 有的人只是热心的 过自己的生活 对于教会的事工 只是选择性的帮助 但令人讽刺的是 还是认为救恩是 他们的救恩 也是确保都能得到的 主啊 他们也是信者 他们应该都能得救吧 如果以这样的逻辑 向和主讨论这件事的话 好像不太好意思 向主开口 在这些我们很容易想到的 这样的等级中 或者是这第二种 所谓的信徒 我们不确定 他们是否配得进天国 本来这种等级 在主的时代是不存在的 到了今天 这第二种 第二类信徒的树 突飞猛进得多起来了 因此很明显 现在的情况 与初期教会大不相同 那该怎么办呢 属于门徒的人不多 其他都是普通的信徒 那怎么办 普通信徒 有自己的工作 有生计的问题 也很困难 很忙 很艰难 那这样的人 怎么能集中 做主的事呢 我当然明白这一点 能够理解 他们也只能这样 因为生活也很艰辛 所以如果 向他们强调 你们要专注于主的事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我也努力地理解他们 但我必须传达 耶稣的旨意和 耶稣的话语 所以这一点 是很难开口的部分 原来所有的信徒 都被称为门徒 按照初期教会的标准 这种挂名门徒的概念 是行不通的 比如我们在电影里 可以看到一个罗马士兵 来追击一个基督徒 这个基督徒被追赶的时候 他进入了一条小巷 那里的居民用帐篷盖住他 他从一堵墙后面穿过墙 但那个不是墙 而是某种窗帘 后来当士兵来了 这个基督徒就消失了 原本不存在的墙又有了 士兵没有抓到那人 灰溜溜地走了 就这样 他们就是在生活中 一直帮助主的事工的门徒 基督徒这个称 其实是后来才出现的词汇 原本都称为门徒 我们今天听到福音的原因 是都是因着这些门徒的 巨大的贡献 我们什么都没做 而我们今天继承了圣经 不仅是圣经的一节经文 今天还有很多门徒 带着这个无数冠于主的 这些资料传承给了我们 把主在天上的旨意 关于耶稣的事 还有很多关于神的真理 一信耶稣就充满了很多 关于神的知识 我们的头脑在短短几周内 就拥有了这很多的 对神的知识 这是由于耶稣门徒的功劳 耶稣的门徒实际上 作为主的右手 这样积极地参与了 主国度的事工 但是今天呢 今天救恩和福音 是借着门徒们 临到我们身上的 但今天门徒的称号 比较 就是这个分量比较低 那我该怎么讲呢 我能告诉圣徒们 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 也没关系吗 对此我很有压力 我只是说好话 说怎么都没关系 这样讲吗 但我在这里的任务是 将主猜给我的 要照顾的羊群 带到天国 这就是我的目的 要让圣徒们不要从神的救恩 逃脱 最终都能得救 成功地 这样做的话 我想我可能把重担 放在圣徒的肩上 门徒这个概念 虽然很重 但我还是这样 开口显明出来 既然我能这样 说到主的心 我想圣灵 肯定在这个部分 感到畅快 门徒与现今基督徒 是并用的称呼 但是对门徒 我们脑子里没有概念 没错 什么是门徒呢 这只是象征性的 门徒 我是门徒吗 还有点感觉害羞 或者是感觉 毫无价值的自己 有了美名 就会感觉好一点 看起来很新鲜 好像觉得自己 是成为门徒的话 是更好的信徒 只是这种程度而已 但是当耶稣说门徒时 他有一个明确的核心概念 主有一个完全核心的 一个思想 使他有区别于 所有的其他信徒 主称之为门徒 是有明确原因的 如果是这样 这是否也与救恩的问题有关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我可以作为非门徒的 其他类型的信徒 过信仰生活吗 主认为有两种倾向的人 在地上所谓的信徒中 有两种倾向的人 主是不喜悦他们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种倾向的人 他们说 我是跟随主的 但我要走让自己的荣耀的道路 事实上他们是有对信仰的理想 他们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和荣誉 作为目标 来过信仰生活的 他们他自己的权柄 还有各种名誉 为了追求这个名誉 而要跟随耶稣 他们想像耶稣基督那样 有光辉的世界 也想加入这行列 最终获得自己的荣誉 总而言之 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荣耀 信仰对他来说 就是成为耶稣的门徒 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带来荣耀 这些人充满热情 但是当这些事情没有如他所愿 或者当他应得的特权 或物质机会没有到来时 他就会生气 会怨恨 并脱离他们原来的秩序 原来的位置 人们会改变并生气 当他开始生气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那么第二种是什么样的人呢 因为对他们来说 世上的事情更重要 所以把主的事工放在第二位 世上的工作 因为我们必须工作才能吃饭生活 看起来很理所当然 但这也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借口 因为我必须工作 所以我别无选择 只能把耶稣的事和教会的事工放在第二位 所以很难集中 在把自己投入到信仰生活当中 但我是耶稣的门徒 我也会努力做工 但这样的人即使在许多情况下 当遇到一些不变的时候 当他所期望的好处没有到来时 他也会改变态度 变得带有攻击性 报复 本应有信仰的地方充满 报复虚假毁谤 这一切变得很自然 就完全失去了理智 所以主也说过 很多人就好像是 心田就像撒在石头地上的一样 这样的人 因为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所以未到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主的这个解释 不仅适用于过去发生的 是 也适用于今天的我们 这对我们今天来说 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语 主所要求的信仰是 现身的信仰 跟随耶稣的道路是 要受苦舍己的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部分 这部分也是很容易忽略的 当然 我们 活在这世上的时候 上帝会祝福我们 保护我们 爱我们 帮助我们 若没有上帝的帮助的话 我是 一天都 无法 活下去的 我在上帝的帮助和保护下 忍耐 每一天 我相信 保守我今天的上帝 也期盼明天也与我同在 一切都是这样的 上帝保护我 免于一切困难 受挫折的时候 给我勇气 我 又喂养我 并赐予我物质上的帮助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使我能够看到 并走向那光明的未来 但不仅有这些 同时 我的压力也很大 又要承受苦难的义务 不会吧 至今足以历尽千辛万苦了 有的人可能会这样想 虽然我也有一点感到委屈 但这似乎是我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直到死的那一天 总之 如果我对世上事的关心 如果我对世上事的关心 那我和我的目的 那我就是不配做主的门徒 可能是我一个人发热心 但主已经离开很久了 所以主经常向门徒 明确地强调 说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如果我在审视自己的时候 明确判断 我不是耶稣所要求的门徒 而如果假设 耶稣只为他的门徒提供救恩 那么我就会 真的是大汗淋漓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当然这是我们今天 不能一下子就觉知的问题 但我们需要继续去 为此去苦恼 亲爱的圣徒们 我认为我向大家要说的 不是好听的话 而是应该 我们应该 以最基本 诚实的赤露的 这样的真心 站在主面前 我应该告诉大家 有关我们命运的根本的问题 我的目的是 让大家成功地上天国 仇敌会不断地会动摇我们 直到我们人生的最后一刻 我们也会反反复复地 会遭受仇敌的攻击和摇晃 但是我们要从更大的角度来看 要去忍耐 胜过这一切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主非常期待我们 在所有的这样的患难当中 能够忍耐胜过 其实大家现在很辛苦 但希望大家 心灵不要动摇 直到去天国的那一天 将来到天国之后 永远感谢 永远感到庆幸 永远幸福 在经历上帝给大家的许多痛苦 等待和经历之后 得到永恒的最终的胜利 愿大家都能够在那个时候 得到永恒的最终的胜利 反正 我要传主的旨意 主的心意 主的心愿 希望上帝大大的感动 大家的心 真心希望我们 重新审视自己 并努力地去争取 让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经文内容 耶稣从加利利海 就是从加百农这边 往东走 耶稣在西边的加百农这边 做工非常的辛苦 因为很多人来 找耶稣寻求帮助 总之 这个经文的重点是 耶稣要去那边 从这边到那边 耶稣吩咐门徒 都到那边去 你们也要去 要跟从我 所以在整个这个经文的流脉中 去和跟随 这两个词是非常核心的词 去和跟随 耶稣吩咐度到那边去 这样说的 若是主的门徒的话 理应要跟随耶稣去 跟着去的话 就是主的门徒 当然那里 有很多的人群 但耶稣的门徒 不只是十二个 那时还没有最终 确定十二个门徒 有较多的一群 跟随耶稣的门徒 他们都跟从了主 主吩咐他们度到那边去 但最终 有两个人 没有跟随主过去 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内容 有一个文士来 对他说 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有一位文士 站在耶稣面前 对耶稣说 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这个人肯定是 听到了耶稣 有全民的话语之后 受到了感动 而且看到了 耶稣所行的神迹之后 想 这肯定是从天上 所赐的能力 他肯定受了很大的感动 心里受到一种负担 一般我们蒙昭的时候 会处在这种状况 会受到感动 想要表明自己的决心 所以他向耶稣说 他并不是向耶稣要求 给自己做什么 而是说 自己要跟随主 他做了这样的告白 做了信仰告白 他也很好奇 耶稣会做出怎样的回复 文士是犹太律法的权威 文士是受过很高教育的人 是个学者 通常文士是老师 教师 他们是犹太社会中 最高级的老师 所以他们不会拜别人为师 因为他们就是老师 但是这个人来见耶稣 说他要跟从耶稣 耶稣没有受过什么拉比的教育 耶稣没有受过教育 从教育而言 这个人比耶稣有更高的学问 但他却对主说 我要拜你为我的夫子 我会跟随你 这是不简单的 更何况耶稣曾经还谴责过拉比的传统 那就更是如此了 此外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 夫子 这个夫子就是 真正意义上的老师 这是一个很大的让步 像这样的文士 竟然公开发言要跟随耶稣 真是令人惊讶 所以耶稣的门徒肯定很惊讶 哇 耶稣有这么大的权柄啊 看到文士对耶稣说得那么好 一定是心里感到很骄傲 哎呀 太棒了 肯定会这样想 文士也很好地看到了耶稣 他对耶稣着迷 所以他想明确与主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说他要成为耶稣的门徒 虽然不知道这位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成就 但是当这位以后活跃做工的时候 他作为与主有关系的人 也想得到一席之地 所以他对主说 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此时说了什么呢 怎么回答了文士呢 一句话说就是 你能现身吗 让我们一起阅读一下 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文士来到主面前说 我要做你的门徒 一般情况下 常人的常识会想说 赶快接受吧 这是肯定是很棒的 肯定会心软 会想这么大的人物来了 有社会地位的人来 来的话 如果说他为门徒的话 他肯定会做很多有用的事 对 在很多方面会带来帮助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耶稣没有对他说 我接受或不接受 而是很冷淡的说 好像给出了一个 似乎与文士的这样的告白 无关的回答似的 耶稣说了一句谚语 像谚语一样的话 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这文是 不知道要成为耶稣的门徒 必须要承受苦难的路 他不知道 作为耶稣的门徒 就必须要 要舍己 牺牺牲和受苦 这就是 为什么耶稣想先告诉他 那部分的原因 你是说你知道这些 然后说要成为我的门徒吗 你是不是考虑到了 你要承担这些呢 耶稣这话的意思是 只有对文士 没有考虑过的 现身问题 做出觉知 才能走耶稣的门徒之路 看今天的经文 狐狸是对当时的人 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一种野生动物 甚至有的人希望 它不存在就好了 鸟也是 它因为着粮食 不是人们喜欢的 喜欢的这样的 一个就是生物 只是一个非常 微不足道的生物 生命体 但即便是那些 被人们视为 微不足道的 这样的生物 它们也有 七身之处 主在这里说的是 任何人 即使有好坏之分 但是辛苦一天之后 最终还是有一定的居所 湖里有自己的洞 天上的飞鸟 也有可以暂时 暖和地歇洗的窝 但人子连这样的都没有 从文士的眼中看到的 耶稣的样子 耶稣的做工 非常的壮观 可能看起来非常的棒 非常的绚丽 但即便如此 虽然灿烂的光辉 总是装点在主面前 但实际上 主连这些微不足道的 这些野兽 认为理所当然的 最起码的 七身之处都没有 耶稣说 基本上 无论一个人的处境 多么困难 都会有的 这些意思的平安 我都没有 耶稣真的是 没有自己的房子 也没有帐篷 圣经中 有可以说明 这部分的经文 耶稣医治了病人 之后人们都回到了 自己的家里 但主却在晚上 去了橄榄山 在约翰福音里面 有这样的记录 还有在 公关福音里 也有类似的话语 其他人都回家过夜 但耶稣独自在 他也住在门徒的家里 在加白冬的话 在彼得家里 在耶路撒冷 去耶路撒冷博大尼的话 就会住在 拉撒路家里 在更大的层面 来看的话 耶稣被许多人 排斥 他在犹太地 被人遗弃 有太人想要杀 后来 在 耶稣的家乡 加利利 他们把耶稣赶出去了 耶稣在 加达拉这个地区 他们 想让主离开 在撒玛利亚 人们拒绝人子 反正 全地 不约而同地 定罪主 不接受主 最后连天也 转离了主 反正主在世上 受尽了 苦难 最终 受死了 所以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 是很认真的 人子没有住处 必须要受许多 逼迫 可是 学生 不能高过先生 老师受苦的话 门徒不也受苦吗 成为人子的门徒 是必须要经历 很多苦难 说的 所以人若没有 现身的精神 就不能成为 他的门徒 现身的话 不只是带来好事 现身是 要能够忍受 各种苦难 痛苦 悲伤 危险 危机 都要去忍受 这就是 现身 你能做到这些吗 湖里有洞 飞鸟 也有自己的 暖窝 人子却没有 枕头的地方 耶稣怎样 跟随 耶稣的人 也同样 没有 这种 最 低限度的 稳定之处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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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些 来找我 告白 要做我的门徒吗 就这样 主给出了 另一种 这样的回答 可见 主没有 接受 文士的 告白 文士是 带着好意来的 但他心里 肯定 另有想法 我们把 这个福音书 各个部分的 上下文 结合起来 看的话 这个人来到 耶稣面前时 他不是真的 为耶稣而来 而是为了 自己的成功 而来的 可以说是为了 可以说是为了 自己的成名 而来的 他认为 自己与耶稣 有关系 成为耶稣的 贴身助手 也会在 耶稣所建立的 国度中 得着荣耀 想从 耶稣那里 得到 益处 这就是 所谓的 模糊的理想 茫然的理想 是一个 与现实 无关的梦想 但如果 他想过 现实 的话 可能会有 不同的态度 来看待 这个问题 他 文社听到 主 描述 门土的路 是孤独 受苦 流浪 无家可归的路 的时候 他被主的回答 受到很大的冲击 他想 我是不是把这个问题 想得太简单了 他一定很吃惊 但任何权力的 另一面 都有相应 要付出的代价 说的都是 很轻松 但是如果 有很大的理想 的话 那你就得 一同计算一下 你要为此付出 多少代价了 最终 这个文士 虽然在主面前 做出了很强烈的决心 但这 并没有反映出 这人真正 做好现身的准备 那是完全 不一样的 虽然他做出了 强烈的告白和决心 但在遇到 微不足道的 这样的磨难 也能很快地 把他抛之脑后的 救世人 主知道这一点 跟随耶稣 不是通过耶稣 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去学习 而是 跟随耶稣 就是为耶稣而死 为耶稣而生 为耶稣而死 但是 如果你不考虑 死和痛苦 只想到美好的东西 有很多需要付出的东西 却只追求利益 荣耀 荣誉 甚至物质上的利益 这样的话是不行的 所以耶稣说 你想成为我的门徒 但你能做 你必须承担的现身吗 人们只看外表 然后想要跟随 但如果看到 需要付出代价 就会离开 当需要牺牲时 就厌弃离开 后来 甚至反目成仇 文士不考虑付出的代价 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然后听到主的话语之后 就离开了 他试图从 他与一位受欢迎的 领导人的关系中 得到一些东西 以提高他的知名度 并获得他的特权 所以他一直期待着的是 这就是他的目标 亲爱的圣徒们 我们因着信耶稣 就会因耶稣基督 而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 正如耶稣所应许的 这是一件 奇妙的属灵的事情 他赋予我们力量 在主的平安中忍受每一天 并在主的平安中展望未来 这不是世界所赐的 但如果认为我只要这个平安 其他的不要来 不应该这样认为 这种平安 这种喜乐 伴随着 这个逼迫而来 伴随着 嘲弄而来 伴随着忍耐而来 伴随着苦难 苦难 这些伴随着苦难 而喜悦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这些是经过十字架的路而来的 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在自己的人生中 增加了耶稣这惊人的要素 只是非常高兴和有趣 耶稣不是附加的 而是我的全部都进到他里面 不管他想要什么 我都要做 接着又有一个门徒 对耶稣说 中国这个经文可以看出 前面的文士 也是耶稣的门徒 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主啊 如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这个人也是曾经跟随耶稣的人 他也跟文士一样 认为与耶稣的关系非常重要 他也想与耶稣建立很坚固的 很坚固的关系 当主说 主吩咐 渡到那边去的时候 这个人突然出现在耶稣面前说 主啊 如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如果真的他的父亲现在去世了 当然应该这样做 耶稣不会说 不 你要跟我去 耶稣也认为孝敬父母非常重要 而且这是律法中的一个重要诫命 耶稣不会制止 父亲去世的话 去埋葬父亲 这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这位门徒的要求是一件 非常非常合理的要求 哦是的 去把耶稣会同意 犹太人很快举行葬礼 葬礼在 就是他死的同一天举行 人死了 不做防腐处理 直接埋葬 所以主也是随时做好准备 门徒们这样的要求的 但事实上 这个人的父亲刚刚去世了吗 不是这样的 至于 至于埋葬父亲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区的地区 这个地区经常使用 这个地区的地区的地区 意思是 儿子帮助父亲的家族事业 直到父亲去世 所以 儿子帮助父亲 直到父亲去世 财产继承给儿子 把遗产传给 尽了儿子本分的儿子 这是自然的法则 这样的话 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因为对父亲 对家庭的这个现身 如果父亲比较年轻的话 那可能要等到 父亲去世 需要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或四十年 这是如今在中东 都还在使用的 中东及近东 都还在使用的表达方式 我听了一位宣教师说的话 他说 他邀请一位年轻的土耳其青年 邀请他与他一起去宣教 这位宣教师想 让这位年轻人成为 为主做工的人 但是这个年轻人回答说 我必须埋葬我的父亲 然后这宣教师想 你父亲去世了呀 哎呀对不起呀 你父亲刚刚去世了呀 他说 这个青年人说 不不不 我父亲还健在 你误会了 埋葬父亲的意思是 我有责任继续在家 扶持家业 等父亲去世了 遗产由我来继承 所以用一句话说 要埋葬父亲 这话的意思就是拒绝对方 就是这个意思 这只是一个表达方式 理解这样的情况了吧 如果这个人 没有为家庭尽到 应有的责任的话 那么他所继承的遗产 将会被减少 埋葬父亲 就是等我继承了 我父亲的全部遗产吧 所以这个门徒对主说的是 主啊 我要跟从你 我想做你的门徒 不过 虽然有这样的一颗心 但现在却有些困难 难以跟随 希望谅解 但我是你的门徒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害怕 他因着献身于耶稣 无法得到应得的继承权 但是他只是还想与主 维持民意上的关系 维持师徒关系 所以这个人 最关心的是 继承父亲的遗产 他是出于很难专注于 耶稣的事工的状态 所以他尴尬地说 我是主的门徒 但我以后会跟随的 就是说 他把自己的心放在 世上的事上 耶稣对此怎么回答了呢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就像之前一样 主似乎是在说一些 达非所问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 死人 死人的概念 属灵上的死人 这是旧约信徒 非常熟悉的概念 死人 就是在属灵上 死的人埋葬死人吧 让属灵上死的人埋葬死人吧 这个意思 就是说 让世人做世上的事 把你父亲的葬礼呢 留给其他的 不信者 你的家人 然后你呢 出来 跟随我吧 抛弃一切 出来吧 这个意思 但如果这样说的话 就好像耶稣在说 你不必孝敬父母 但不是这个意思 耶稣并没有那样说 但是这里写得很清楚的一点是 就是属灵的人 属灵的人第一要紧的是 跟随耶稣做耶稣的事 跟随耶稣的事 跟从耶稣是胜过一切的 胜过父亲 母亲 儿子或女儿 耶稣圣一切 这与犹太人的观念完全冲突 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 耶稣基督 没有什么能超过耶稣 我们不能把他 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优先 我们不能把任何存在 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优先事项 耶稣 胜过一切律法的诫命 这文士就离开了 还有第二个 这个门徒 也是圣经再也没有提到他 可能他们没有什么 再可以和主说的话了 主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太高了 这下他们本来很热情地说 要做耶稣的门徒的心智就消失了 原来他们想跟随主的 这样的一个欲望也就消失了 所以当主说要跟从我的时候 就等于说要舍己 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现在这与是否得救的问题 并不是无关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部分 不是说舍己牺牲就可以得救 但总之 如果有什么东西 你看得比耶稣还重要 那么就会成为耶稣的绊脚石 那么这个人最终将介于 得救和未得救之间 这可能是救恩的问题 这不是做多少服事的问题 但耶稣可能甚至没有考虑那些 没有现身的人 这可能直接关系到得救的问题 耶稣的立场是 如果不是先身与耶稣基督的人 既不是耶稣的门徒 就不配进入天国 如果我们人生的焦点放在别处 主不会接纳那些 以这种方式来到主面前的人 我们必须记住 主是提前知道人的心 就提前筛选了出去 人们认为自己信耶稣很好 但这是自己的观点 这样的人当中 很多人在将自己献给耶稣的事上 失败了 似乎是因为 他们认为 他们是在利用对耶稣的信仰来 让自己受益 今天所读的经文是 夹在主显出的 惊人的两个神迹之间的内容 看来主的这些话 记录在中间 是怕我们只看到主的荣光 奇妙的神迹而陷入幻想当中 是想强调 我们还有要尽的本分 福音书不断描述 主的呼召与 回应主呼召之人的 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关系 他们的理解和 主的呼召的 这样的一个紧迫信 记录在这个福音书上 主带着天上的权柄来到世上 祂是天国的主人 救主永远的审判者 拥有天上地下最高权柄 这样的一位明确 向我们呼吁的是 他所赐的不仅有喜乐的事 还有苦难 如果我们知道他的这个绝对权威的话 那么我们要成为他所要求的门徒 主不勉强我们 我也勉强不了大家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响应主的呼召 并要现身成为主的门徒 我迫切盼望 大家能成为主的门徒 靠着主的大能真正地让大家改变 成为主所承认 和主心意的主的门徒 我们上了教会 我希望我们上了教会 能以同一个信仰克服这一切困难 作为主的门徒 一同承受苦难 并一同进入主荣耀的国度 我奉主的名祝福大家 愿上帝帮助你们 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愿上帝接纳我们的灵魂 使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吧 让我们成为真正现身的门徒 让我们一同走 主也经历过的苦难与逼迫的路 为此愿上帝的大能和奇异的恩典 引导我们 愿主接纳我们 让我们为此同心合一的祷告吧 도와주시고 역사의 주옵소서 주여 도와주시고 역사의 주옵소서 주여 도와주시고 역사의 주옵소서 정말 주님의 제자라 되길 원합니다 우리의 열악하고 부족한 우리의 인생과 모든 열악한 것이 있지만 우리 주님을 의지하고 우리 주님의 영원하신 음성을 따라가는 우리에게 정말 주님의 길을 따라가며 주께서 마땅히 받으셨던 그 권한을 우리가 함께 하길 원합니다 정말 주님의 제자로서 부르심을 받기에 합당의 욕심을 받기에 어림없게 원합니다 그리고 주님의 제자들에만 준비하신 천국이 있다면 우리는 그곳에 가기 원합니다 우리를 받아주시오 우리를 받아주시오 天父啊 求你感动 安慰和鼓励 所有今天听到的灵魂 让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有很大的改变 求你让我们接受神的带领 走上真正神喜悦的道路吧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的人生会继续跟随 主所吩咐的允许的道路 我们所做的事是主所赐的使命 我们要成就的事 是按照主的呼召 成就主的旨意 让我们站起来一同赞美 跟随上帝的美好生活吧 오직 주의 사랑에 매여 내 영 기뻐 노래합니다 이 소망의 원더 기쁨의 땅에서 주께 사랑드립니다 오직 주의 임재 안에 갇혀 내 영 기뻐 찬양합니다 이 소망의 원더 거룩한 땅에서 거룩한 땅에서 주께 경배드립니다 주께서 주신 모든 은혜 나의 영 기뻐 나는 말할 수 없네 사랑에 매여 내 영 기뻐 노래합니다 내 영 기뻐 찬양합니다 이 소망의 원더 이 소망의 원더 기쁨의 땅에서 주께 사랑드립니다 이 소망의 원더 기쁨의 땅에서 주께 사랑드립니다 이 소망의 원더 이 소망의 원더 거룩한 땅에서 주께 경배드립니다 주께서 주신 모든 은혜 나도 말할 수 없네 나도 말할 수 없네 내 영혼 즐거이 주 딸이 옵니다 주께 사랑드립니다 주께서 주께서 주신 모든 은혜 주께서 주신 모든 은혜 구성의 원더 이 소망의 원더 祝福福祉 God 如今 愿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无限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与一同献上礼拜的 所有圣徒们的灵魂 特别是愿意成为门徒的 所有的灵魂 以及他们的人生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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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